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三天影 今天为大家想一个挑真实事件改编的泰国创业励志片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 景片主人公16岁的阿塔是一个网瘾少年 一次意外的收获,上他从游戏中获得了5万泰铢 之后账户频频有钱汇入 不久后阿塔就拿着自己赚的钱买了辆新车 并开去学校炫耀 唉,人家16岁就买自己的车了 这让现在这些叔叔阿姨们情何以堪呢 阿塔的女友自然是很开心的 高兴之余还劝诫阿塔要记得学习哦 12年过去阿塔彻底荒废了学业 游戏账号云发现线下交易被封 即将没有存量的阿塔又转占DVD市场 结果他用剩下的钱买的DVD全是劣质盗版的 阿塔找店铺老板理论还被老板赶了出来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阿塔名正言顺的上了一所私立大学 可是一心只有创意的阿塔 哪有心思规规矩矩的坐在课堂上 听什么市场营销啊 他来到市场上发现了新的商机 国外引进的炒粒子机引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他到处偷试 向街头炒粒子老师傅学习经验 他租了一个自己的摊位 管家唐叔与他一起经营起了粒子摊 他们将摊位设在商场门口 来来往往的顾客使他们生意异常火爆 很快他们还发展起了别的摊位 唐叔则是最高阶的培训主管 时间久了 粒子虽然卖的好 但是炒粒子时飘的烟气 熏黑了商场的吊顶 到了晚上阿塔就拿起油漆 不停的粉刷掩盖那些烟字 尽管这样商场还是收回了他们的摆摊资格 与此同时 这个时候的阿塔其实已经经历了家庭变故 父母破产 他们只能移民逃到外国 但是阿塔坚决选择留下来 全力捍卫自己的粒子摊 阿塔想用自己的力量让父母回来 而商场收回粒子摊的打击 还是让他感到崩溃 这时他偶遇了前女友小林 小林给阿塔分享了好吃的海苔 吃了海苔的阿塔再次发现了商机 小林疑惑了一包海苔怎么到别人眼里就是商机呢 在小林眼里怎么看都是一包海苔啊 还不够吃的那种 后来阿塔进了许多海苔原料 反复研究炸制海苔的方法 直到一天暴雨 唐叔意外摔倒 阿塔飞快的救起唐叔送去医院 从医院回来 阿塔带着希望开始炸制最后一包 还是被雨水浸泡过的海苔 竟然意外的成功了 曾以为海苔卖的好 就能帮父亲还上债务 然而给父亲打电话的阿塔得知 父亲欠下的不是区区小数 而是四千万 四千万这个数字重重的压在阿塔心上 他意识到凭借零售海苔 是没有办法帮父亲偿还债务的 一个转身之间 他把木光头放到了全国连锁便利店上 如果能把海苔放到连锁商店去买 那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阿塔带着自己的海苔找到连锁商店的总部 并不断的对着镜子练习自己的用词 然而他的海苔以包装太大 没设计感为由被拒绝了 他果断重新设计了包装 再次带着海苔登门拜访 可是他等了一天 管事的也没有见他的打算 他失落的把海苔送给了电梯保安 没想到他的海苔被下班的员工们拿起来吃了 并且赞不绝口 而最后一包刚好落在了主管的手上 主管与阿塔见面了 表示愿意把他的海苔投放在旗下的门店中 并在一个月后去参观他的工厂 质检合格后就能顺利上架了 回到家的阿塔 看着自己与唐叔的小作坊 灰心丧气 他需贷款也因为资格不够失败了 再次陷入绝望的阿塔 开始深深的怀疑自己 后来他们突然想到 自己家里还有一个废弃的小厂房呢 只是装修队伍需要100万元泰铢才给施工 不过也可以先付定金 只是事后付不起尾款的话 就送阿塔进监狱 阿塔回想着不理解他的父母 抛弃他的女友 还有很可能吃老饭的未来 阿塔最终选择孤住一掷 赌伤这一把 厂房装好后 阿塔邀请主管进行参观 主管看后指出了很多问题 阿塔虚心接受 并表示迅速改正 这样经历了一波三指之后 阿塔终于等来了连锁商店的传针 但由于传针机墨水不足 文章印到最后不是特别明显 阿塔飞快地跑到太阳底下 借着阳光 他看到了浅浅的通过紫阳 阿塔的喜悦涌上心头 他紧紧抱着唐叔 不停说着感谢的话 在刚刚升起的太阳下 这个满心希望的男孩 也终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他都会说不定 他在国家说不定 他在国家说不定 二十一岁的阿塔通过努力 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四千万账目 二十六岁他成了国际知名品牌小老板的创始人 旗下拥有了2500个员工 海苔交往全球27个国家 占领泰国85%的海苔消费市场 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海苔养殖场 公司产值高达15亿泰铢 更震撼的是 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故事的原型正是伊提帕科彭温奇 真实的小老板海苔的创始人 通过这部影片 相信他带给了很多人力量 成功转的路上必定是孤独的 是不被理解的 只要一心坚持 总会在即将绝望的路上看到希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